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声称曾与美国总统川普有缘的AV女星 暴分女丹尼尔斯本尊 在脱口秀节目中标系川普分身 还动动对方说 结束两人夜市的唯一办法 就是请她辞职回家请自己吃饭 法新社报道 当暴分女丹尼尔斯现身国家广播公司NBC节目 周六夜现场开场短剧 现场尖叫声和掌声不绝于耳 顿时陷入轰动 这场戏的桥段是演员亚历山大鲍德温 模仿的川普要求男星 班师提了模仿的川普私人律师 致电暴分女丹尼尔斯 当她接起电话 川普就说自己要监听 可问她旁边有没有人 你现在穿什么 假川普文言忍不住笑起来 然后自己接电话 本名Stephanie Clifford 暴分女丹尼尔斯声称 2006年与川普有段风花雪月 她始终否认 不过柯恩已承认 2016年前选举前付费给她13万美元封口 川普本人否认了二人油染 并说不知封口费的事情 谁料新律师朱利安尼 本周爆料川普偿还柯恩13万美元 有违反联邦竞选财务法之余 通常走闲适路线的剧情高潮叠起 川普后来问女主角 要怎样才能让这件事情成为过眼云烟 暴分女则带着一抹下一回答 回家辞职请自己吃饭 只见假川普先是对朝鲜半岛核危机取得进展等 连串成就侃侃而谈 然后自问 为何跟丹尼尔斯的事就摆不平呢 丹尼尔斯说 抱歉唐纳已经太迟了 我知道你不相信气候变迁这种事 但是宝贝 等着迎接老娘这场风暴吧 假川普说 同时胆战心惊又浴火中烧 我还是第一次这样 以上是今天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有一点兴总 questi